好的 大家好 我今天策劃到兩個案子 一個是鄉民看電視 一個是立委的部分 先從鄉民看電視開始 那今天很感謝志浩幫我帶領大家 然後今天有十到十五位的新鄉民 有加入鄉民看電視 所以我做的蠻不錯的成果 然後另外就是六月份 我們可能有機會在公視舉辦一個電視集 所以 所以 興趣想要繼續鄉民看電視 如果是有興趣想要幫助公視 可以做些什麼樣的分析主義的話 就歡迎可以關注消息 希望六月的電視集是可以辦起來的 然後再來就是公視今天有提到說 其實公布讓盪這件事情 技術相對沒有那麼大 就是有開到後台有看到那些資訊 所以其實有機會就是 我們公視這邊可以先進行這件事情 那麼我們目標也是在六月 電視聰的時候 看能不能完成一個媒體承諾書 然後我們想辦法簽了公視簽了之後 我們這樣這個承諾書 來讓其他電視台也來簽 然後再來就是下面看電視裡面呢 三立跟中天四月份的資料都幾乎快完成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現在CSV也都從頁面上可以看到連結 所以歡迎大家就是可以拿去做一些分析 拿去做一些視覺化應用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第七一有做一個 另外的一個介面 所以大家也可以來試試看這個介面 然後如果覺得這介面比較好用也可以跳來這邊使用 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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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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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同這個 接同跟他被直播 然後對他已經今天早上有過過的影片 所以大家也可以把這個教訓影片 兩分鐘的影片 就是丟給朋友 讓朋友看了之後怎麼用 也一起來加入鄉民看電視 然後另外就是 關於每一天的這個新聞的標題 我之後會把他丟過來 就五個媒體 然後每一天有哪些標題 有哪些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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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會去研究 就是把他丟去給Google OCR 然後我們就要標題的那種 來補充那個新聞的資料用 那這部分如果也有其他人想去研究 的話也可以拿來使用 所以 關於鄉民看電視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大家平常就可以玩 然後以及其他六月份在公司 可能在公司的 那個電視的時候 一起來參加 好這是鄉民看電視的部分 那再來 其實今天我坑還是跳在那上 但是比較多 所以我參選部分還比較少 但是參選部分有一個 新的計畫行動 就是關於那個 村里長閒聊計畫 就是我打算說 因為我要 那我的參選主要是 蠻希望 夠把開放政府 開放精神 以及軍醫病精神 能夠讓選民知道 那我覺得有一個 第一個實驗 不錯的實驗目標 就是所有板條區的村里長 那所以我這邊會先回去整理說 板條有哪些村里長 然後村里長的年紀 黨籍性別這些資訊 然後 接下來就是大家 如果有興趣願意跳課的話 可以聯絡我 絕對讓我上講 或是丟我都可以 然後 我們找個機會就是 可以去找村里長實驗 就是我們的講法 能不能打動村里長的心 然後以及 或者是哪些講法 都村里長會打合欠 或怎麼樣 就是看看要不要 不斷的tuning我們的講法 讓 有一個什麼樣的講法 是可以讓 越來越多人可以了解 然後接受 開放政府的 所以 如果大家也可以試著一些調整難度 例如說我們可以從 比較年輕的村里長開始挑戰期 或是無黨級的開始挑戰期 然後慢慢就 進到深選區 譬如比較老的村里長 或是 國民黨的村里長之類的 這樣子 如果我們也能夠一步這樣打下去 說 我們這些說法都是可以 村里長可以打通 那我們也可以打到很多選項 所以 就是預計 我在6月份也會辦一個 就是跟這選舉有關的一個討論會 就是大家我們可以來整理一下 什麼樣的故事跟開放政府開放政府 開放政府啊 開放共鳴有關係的 然後我們這些故事怎麼變成一個 聊天中的脈絡 那麼 我們把戴訓拿 村里長來做實驗 就是跟著王小龍參選人 一起跟村里長聊天實驗 那麼 我們看看能不能打到村里長 如果能打到村里長 我們就可以打到村里長 所以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加入的話 就是歡迎 就是Slack上的丟我 Facebook的丟我 或是直接在那共鳴上面填寫 那知道所有的討論過程 也會公開在那共鳴上 我們歡迎大家加入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